今天有一条离奇的新闻 也是爆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好多朋友对这个事情都特别的关注 这事情是发生在游族网络的老板林奇身上 林奇是一位年轻才俊 80后自主创业 现在的游族呢 不仅有网络游戏还有电影 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 他的三体历经波折 虽然一直没什么效果 但是一直在做 那他提出的F3的理论呢 用互联网思维 尤其是free不要钱这个理念 也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呢就这样 最近被他的CEO 用这个成年普尔下毒 目前在医院ICU抢救 据说老干受损 不管怎么说 人都是受了很大的伤害了 正在抢救当中 唯有祝愿林奇先生赶紧的身体健康恢复过来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记得点赞评论关注